穆明穷猪一家有十口人 一直过着竹水草而居的生活 穷猪明白 唯有知识才能改变孩子们的命运 她的二儿子和三儿子都在内地上大学 小女儿在拉萨读初中 其余的孩子都在县城上学 为了供孩子们读书 仅靠养牦牛远远不够 后来穷猪用积蓄买了一辆卡车 大儿子桑猪依靠跑运输 给家里增加十余万的年收入 二儿子赐猪大学毕业后 成为了一名藏语文老师 回到家乡 将所学交给孩子们 如今 赐猪的子女玉珍也要离开牧场 去县城上小学了 教育和知识不仅打开了孩子们更广阔的事业 更给穷猪一家带来改变命运的希望 我给你带来的生意 幸福尔摩